大家好 我是呂捷 我是舉經 以台灣委員心 讓我們一起來 攔截新聞 今天在面板航域鋼鐵的 強軍領導之下 台股突破了一萬七千四 最高到一七四二八 但是這是九點以前的事情 九點半 以前的事情 怎麼能這樣騙 跌破了五日線 這這樣感不感 而且今天我們之前在講 四千 四千億 四千八百 還是爆大量 今天才是爆大量 來到了六千四百四十八億 很多人說的 今天在收盤的時候 跌了一百點 但讓大家感覺起來 就像地獄一樣 好像跌了五百點 那麼多 這個從最高到最低 真的是蠻誇張的 而且完全跌中要害 盤中什麼都大殺 包括像四五位行 這個很誇張 從漲停變得像在跌停 好 只有金融股相對抗跌 但是很多人就說了 那當然低價好不容易出現了 你要解嗎 你敢解嗎 在這個時候 包括長榮市值超過大力光 另外現在可不可以進 還有等了十年的鋼鐵股 好不容易解套了回來一點點 那到底要不要賣掉呢 但是如果連藝人都告訴你 這個投資這條路 真的不是很好做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點點欣慰呢 好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幫你 診斷一下 臺股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歡迎節目來 財經專家 注意中老師 大家好 藝人代表葉欣梅 各位觀眾朋友好 財經專家張政威 政威姐 大家好 你知道我們說今天最高的時候 到了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點 但是急劇就拉下來 上下幅度差了 差了三百多點 將近四百點 你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一開始看到聯發科 我還笑嘻嘻 你知道嗎 然後就關機了 是不是 然後你看 當然還是有表現得不錯的 你看鋼鐵股持續在臨漲 但是長榮今天其實有點差點飆到漲停 但是最後拉回盤整 那我們昨天不是有聊嗎 航運會好到十一月 但是他現在是做回檔 做調整 還是真的做反應了呢 政威姐 所以很多人覺得 這最近這種警訊高檔爆大量 而且他是開高走低 而且甚至到尾盤擊殺 所以很多人提到今天這個盤 真的是一種警訊嗎 坦白講 尤其今天 爆的那個量真的非常大 你看光是上市的公司 他就已經有六千四百四八億多 其實如果你加上櫃 超過七千五百億 是 我們都被提款提光了嗎 我說實在這個中間的交易換手 非常非常驚人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投資觀眾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也許今天我們做到了大怒神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總是 大怒神下來之後還會再上去 人家張錫不是有已經躺了嗎 年底到萬九 應該也是有鋪梗的對不對 張理事長 到萬九還是年底要喝酒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去找理事長 不過我是覺得感謝理事長 給我們台股很大的信心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去關切 最近這一段時間 畢竟萬七你不可能完全一直職工 可是我覺得這個量 我坦白講 我們還是覺得這個量是一個警訊 而且不只這個警訊 包括台積電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早盤 很多人覺得 今天早上一定有很多人 覺得跟昨天一樣 你知道有重要的肯定 已經連兩天 其實美股四大指數都是殺黑 好 台股很臃腫 台股居然還給你漲 昨天在這個情況之下 坦白講都一片歐巴巴 居二衝出來是誰 就是航運王 幾乎要變成海霸王 還有鋼鐵人 說實在昨天很有稱 可是你完全沒料到 今天全部翻臉 那當然還是有漲 鋼鐵還是有漲 但是坦白講 這中間的換手 非常的高檔 非常的驚人 那你看這一次 我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大家關切的點 為什麼覺得 那有點點警訊的味道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上市櫃 加起來七千五百億的 這種太大的量 第一個小時 大概在一個小時左右 他就已經衝出 兩千兩百多億 那代表什麼 可能散戶很多人上車 融資最近也都大增 所以大家擔心說 這個換手量 擔心最後一隻老鼠 但是我覺得 其實坦白講指數 應該是還有撐 可以有機會步步墊高 等會我們告訴大家 為什麼 但是我們覺得 失守五日線 總是不好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要好好的去做整理 去做洗牌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投資一定要一定要小心 而且這幾天其實蠻有 你知道前幾天 在那個美股在收黑的時候 本來大家擔心台股不太OK 誰在賣 外資在賣 特別是像是昨天 他還賣掉了兩百多億 但是今天你看 其實外資是買鈔 居然是買鈔 而且誰在賣 居然是自營商 所以很多人提到 這會不會有所謂的 另外一種警訊呢 會不會是一個所謂的 多殺多的一個訊號 還有這個多方踩踏 有沒有可能很多人 趁這時候拉高之後 獲利了結 證據在哪裡 來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還是先看一下 成交比重 因為這幾天 我們明明有跟各位觀眾 報告過 當你覺得那個電子股 它的那個成交比重 跟往常差距過大 那以前 因為台股很重要的 獲利來源其實是電子 而且以前的成交比重 至少你知道獲利的來源 一般都有超過六成以上 所以成交量也要跟得高 但是這幾天 這個禮拜真的不一樣 那個味道怪怪的 那除了它往下降 今天成交比重 大概也不到五成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還有超過五成 但是接下來又一路往下 可是你知道中間盤中下殺 大概在十二點多 那本來台股的早盤還不錯 因為美股四大指數 好不容易收紅 本來一片喜氣還衝了 最高你剛剛那個 呂德老師不是有講嗎 達到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八 歷史新高 一創紀錄 可是怎麼會這樣 那中間的那個洗牌 很多人講說 搞到最後 原來是我們自己的自營商在賣 那是不是獲利了結 可是張惠姐 會不會是玩當衝的太多了 他早上湧進去笑 開始跑的時候 整個盤就被拉下來 你知道 其實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要認為是一個警訊 我們很多人是投資小牌 如果弟弟妹妹剛剛進場 你太過興奮 看到指數拉你會忍不住 跟著往上衝 那到底是荷爾蒙還是什麼樣的作用 你就跟著進 這個跟迷藥一樣 那你往上衝 指數往上衝的時候 當時你看 百花齊放 講得不誇張 你包括那航運類股 大家吹捧的 可是你看最後成交的比重 大概只有十八 大家有想問 那我們等了很久的航運股之前 那麼高我不敢買 那現在好不容易跌下來 我可以買嗎 我會覺得 這一段時間 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它跌下來 還有一個很長的距離 現在算拐一下而已 可是你要看你是一樣 什麼那個基點 因為坦白講四維航 或者是不要說四維航 我們不要去點名 但很多的散裝貨運 最近真的是漲很多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還會講說 你在這個情況下多殺多 你很有可能 就把你調進來 養 套 殺 所以你們的角度 當然要再觀望一下 我覺得再觀望一下 因為真的漲好多 這個漲幅會不會太誇張了點 可是這個漲的 之後也沒有轉到電子 今天鋼鐵也沒有轉到電子 大家也覺得 那到底是誰在漲 好 是 不應該講誰在漲而已 只能說鋼鐵都小漲 漲幅都不大 來 你看一下漲幅都不OK 誰在 應該是這樣講 都在獲利了結 就是被那個自營商前段時間 在蹭低檔擺的時候 擋在震檔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都是我們投資人 一定要去留意到的 特別是股市的新手 不要以為這個股市 真的很好賺 是這樣嗎 不是如此的 來 我們趕快再看下一頁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很多的投資人 特別是投資小白 今天早上很多人打開報紙 一定看到長榮 說長榮 那個攻破八十塊錢之後 他的股他的市值 會抵過大力光 真的是有 今天早上最高漲到多少 八十三塊 你看買在八十三塊 就要等到點四了 就等著他要漲停了 對 大家其實都有追過股票 那一年追過的很多人 還追過股王哭哭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把你盤中掉高 我相信很多人吃這個虧 掉高到最高的時候 殺 你看中間很可怕 很可怕 沿路給你擊殺 最後給你收到四七十二塊 這種把人引誘進來 直接斬首 直接斬首的這個情況 我真的覺得大家一定要去小心 還殺兩次 而且對 而且其實有人去接啊 你到七十一點九 你還反彈啊 還去接啊 所以很多人覺得 搞不好這個地 所以舉行你不是說 趕快去接 你看你去接 你就這樣了 好 所以今天在這個情況之下 長榮目標價 你看最可惡 我今天報紙打開說 美系的外資給你調高 我跟你講 各位投資人 如果你覺得報紙上 一堆外資給你吹捧說 他馬上要漲到多少 又是多少的時候 這很有可能是什麼 很有可能就是把你調高 進來養套殺的階段 所以你看今天 長榮高興只有一天 他的市值超過大力光股王 真的是一個歷史紀錄 也來到了四千兩百億 可是也就那麼短短的幾分鐘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但是我們當然會懷疑 這個是不是還可以買 還可不可以留 可不可以報 坦白講 如果是長榮的話 我覺得貨櫃三雄 還是缺啊 他真的是還是缺 而且真的 目前為止業績真的好 這些公佈出來數字 不可能造假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如果覺得今天 被套牢有點哭哭了 其實我覺得再等一下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個除非你做當充 在這過程當中 就有很多人做當充 這麼專業 看得懂盤似的 另當別論 像我們小資族 嚴格說小 我在股市裡面 我算小白 大白吧 算大白 胖白好不好 算胖白吧 那如果說我是個藝人 我什麼都不懂 可是看到旁邊人都在賺 你也想進去玩玩看 你不要以為藝人朋友 什麼都不懂 因為他們內線 可能比誰都還要來得多 而且你不是聽到一個擦協同理論嗎 是 現在會不會連藝人朋友 每個錄影期間都在討論說 你手上有什麼線呢 欣梅 會不會大家都在討論 會啊 還是會討論 就休息室的時候 大家就討論 可是其實 因為平常我們的主要工作 還是在娛樂圈 所以對於說那一些股票 都是已經算二手消息了 就是新聞已經報了 然後才在說台積電現在還可以買嗎 欣梅 欣梅 你誤會了 你們是第八手 第八手 不好意思 你們是第八手 對 就是講來講去都是台積電啊 或者是長榮啊 可是你剛剛不是有講說 跟在大哥旁邊 也聽過大哥的線嗎 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我之前啊 我在應該說 我一開始會進來股市 是因為我那時候是當瓜哥的助理 結果有一次呢 他一起工作 有另外一個大哥的助理 那另外那個大哥的助理呢 他都開一台那個雙V的 算是休旅車 就大概要三百多萬 我一直以為那一台車是他老闆的 結果他說不是 那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買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們老闆一個月薪水 是給你多少 他就說沒有 跟他就是case by case 如果他有工作他找我 我就是一天拿個幾雙萬 對 然後他在東區開一間餐廳 所以我想說 那他應該是開餐廳賺了錢 我後來才發現那些都是他的副業 他的主業是在玩股票 炒股啊 對 他真的是炒股票 他蠻厲害 因為那時候對他來講 我就是一個小妹妹 所以他就給我開那個他的app 就是說你看我現在有這幾支股票 然後有多少持有 那現在賺多少賠多少 但是我不會去看他賺多少賠多少 我就趕快算 他總共那個資產有多少你知道 然後就是大概有上千萬在那邊 所以欣美你就這樣開啟你的投資資路 我就覺得對啊一樣都是助理 為什麼我是這樣他是那樣 然後我就想 我就會常常就是會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抱一些牌給我 然後因為那樣子開始投資 投資之後發現身邊其實很多人在投資 而且當你開了那個app以後 旁邊有人開你就會注意看 這就是一個不歸路 然後你就會開始跟大家聊 那跟大家聊以後 就越來越莫名其妙 被加到很多個群組 然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科技股會 有些人就會喜歡支持傳統產業 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說法 所以你就要從中去過濾說 哪一些人跟你資產比較好 那你跟那一個大個助理 他有幫你賺錢嗎 他其實有 他那時候還有跟我講一個 就是算是比較綠能 做綠能資源的公司 因為我跟他說 你開的都太貴 我買不起 他隨便 他說這隻比較便宜 你買得起 結果我一看要 好像那時候還要一百二十幾塊 那我根本沒有錢 一張大概就十二萬 對啊 我怎麼可能有錢買那個 然後我就說有沒有再低一點 對 結果後來他就說 不然他就講了一個做環保的 然後那一張大概兩萬塊一張這樣 兩萬塊一張 你又慢慢賺嘛 對 我就慢慢賺 可是我這樣買買買 其實那一張說真的有讓我賺到 我賣掉的時候是大概兩萬八 就是說一張有讓我賺到八千塊 美快啊 我就覺得很多 投暴率四十趴 野心一定會變大 我跟你講 那時候不會算 那時候只覺得 為什麼人家動不動 就好幾萬我才八千 不會算投暴率 就只會覺得 賺多少的現金才是為主的 所以就會想要希望 就會想要找那種 最好是他可以從三塊漲到 一夜致富 對 那一種 對 就很開心 結果後來就會到處去收集情報 但我也吃過悶虧 因為像那時候說大哥在錄影 他們別賣嘛 而且像你們兩個站那麼近 你們講的話 都聽得到 但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身上助理 我沒有錄影 我就站在最後面那個音量旁邊 我就從那個音量那邊 就聽到 聽到 我就聽到有一個女生 他就跟瓜哥講 對 就是我老闆 他就在想說 我想講出來 我最近聽說有哪一張哪一張 還滿有希望的 他就報了 敢報給大哥 敢說報給瓜哥一定是問的 一來我覺得 對啊 你如果報給大哥還報錯 那你以後 你也不用再說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那應該可以 而且那一個女生他的穿著打扮什麼 他的佳境 平常出手的都算過錯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 我就買了 就那一支我給我買了 好像五十幾塊吧 就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三十幾 我就看不下去 我就想算趕快把他賣 所以我跟你講 人家不是要騙 他是要騙瓜哥的 他可能是自己想要出 但重點他之後有起來嗎 還是就沒了 我自己的狀況是 我只要賣掉 我就不會回頭看他長 還是看他點 那你有沒有問瓜哥說 瓜哥那一檔你有買嗎 他沒買啊 他說我沒有買啊 我說我說你怎麼沒有買 他不是跟你說會賺 他說拜託你要信 你要看人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就是被拐的那一刻 你為什麼不看 我說真的 我不是在打廣告 他說你剛好不看新聞 人家在討論的 也比較有個根據 然後人家路邊突然 有人來跟你報你會信 對 但是我自己是因為 我跟我那個 我有一票同學 他們像我們大學 可能我是文組的 但我們有一些高中同學 他之後他是讀那個理科的 所以他們比較會看 那我們大學畢業後 就大概會聚在一起 就是開始聊 那時候我們有看了一支 那個做電腦周邊 然後做網路的 那個時候三十幾塊進場 所以我那時候是同時 我同時我持有可能 我會一次買個舞檔 然後我會慢慢觀察 誰比較有一個 誰未來比較有展望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那一支電腦股 好像可以投資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我是 在之前我真的是存錢 買那個儲蓄險 存了六年有二十萬 我本來想說那不然再存 就我朋友說你六年二十萬 裡面有大概十八萬 是你的本金 六年賺兩萬塊 太萬了 他就說不然你就來試試看 我就拿那二十萬去買股票 後來他真的有漲 他從我從他三十二的時候 他就這樣一路一路 慢慢起來 好像有到四十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想要錢 就我現在就是 我確定我有標的 我缺資金 然後不是很多人會打電話 那個代表 對 我說好耶 然後就打來問 你心臟很大顆 你玩股票玩到去借錢 年輕不懂事 就是我真的只覺得 好像這幾天都有賺錢 好想要錢 來個大筆的 電話就打就響了 我覺得這個是宇宙的力量 我覺得我要發了 你看到了那道光 對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就聊一下 可是那時候 因為你的薪資證明 你報稅什麼成績都不漂亮 所以我借 而且又是演藝人員 我借錢 你的利息一定很高 我跟妳講 好像八八趴多 八趴多 信貸差不多啦 差不多八趴 信貸 我借五十萬分五年還 但我算過 我五年就是按時這樣還 還掉的話 我總共要還他六十萬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玩股票 我等於說 我有賺到十萬塊以上 我就算賺 對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那我在想說 這張我已經一張賺一萬 我那時候只有六張 我已經賺了六萬 我現在只差四萬 這我只要丟進去只要可以讓我賺到四萬塊 我就是賺了 而且而且他的前提還是五年 我是六十起這樣慢慢還 我說不定可以提早還 我就又省了 我就覺得好 那就借了 就信他一次 結果那時候就好像是 他從四十塊一直漲 一路一直跑跑跑到七十幾 我又覺得我需要錢 可是我沒有資產信用貸款 也被我借完了 所以那時候我朋友說 不然我們融資 你有瓜哥啊 你怕什麼 不行 瓜哥這個大家都覺得他是我的資源 但其實不是 因為因為他是我最重要的資源 所以我不能隨便使用 所以之後就融資了 對 我就去融資 那都不如跟瓜哥借 沒有啦 因為那時候他 如果我跟他說 我要融資 你可以借我錢 他對我這個人的信用 會被打分數 所以我覺得算 因為我還年輕 瓜哥是我要養老的資源 你知道嗎 所以我前面我就覺得 OK 那我就來融資 融資那時候好像是 你只要給六成 有四成是跟銀行借的 所以我的信用 我自己本是二十萬 然後我信用代借了五十萬 其他都用融資 然後我那時候好像那一張 我持有大概三十幾張 但我每天我很怕 他不是有個維持率嗎 你只要錢不夠要補錢進去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我已經沒有錢了 沒錢可以補 對 我就是每天賺多少花多少 我有錢我當然就加碼 就是一直買 一直買 可是我很有信心 我對他很有信心 因為我三十幾塊買 我不可能再更低了吧 然後我後面再補的話 我均價最後是拉在五十塊 但那一張已經到八十了 那我朋友跟我說他會到三百 我心裡我不敢相信 他說怎麼可能到三百 先打個八折 你只要有 對 你只要有兩百或一百多 我就OK了 後來後來好像是一百 一百二的時候我賣掉 那賺翻了 我朋友那時候賺 我那時候就是 所有的錢還掉以後 我手上還有現金 大概是快要三百萬 借錢去投資炒作 你有沒有聽過那種就是 當然賺的一定有 但是我們比較想聽的是慘的案例 那個我不是要浇冷水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覺得 股票這個真的什麼 什麼時候來得很快 也去得很快 那我們有一個同學 以前我們認識一個同學 現在還在大學生 他媽媽 他媽媽以前是南部高雄 那邊的千金小姐 那其實家裡是在做房地產 是營建業 但是不是那種到上市公司那個程度 但是家裡也小有一些資產 那後來他老公也嫁得很好 他嫁到那個台宿 後來大概就是 就是很愛股票 然後把家庭主婦 就小姐嫁出去 也沒有別的事情做 那後來他就全 就是很愛玩股票 那據說 據說那時候聽他們講說 他爸爸包括他 因為他那個在台宿集團的爸爸 賺有固定薪水 要不是有嫁對老公 他可能不知道他流離失所到哪裡去 所以他當年的嫁妝也好 爸爸給他的也好 前前後後 大概在這個五六年之內 就已經賠到上千萬 賠到上千萬 但是五六年賠上千萬 我一一八年的時候兩檔三個月 就賠上千萬 不能這樣講 人家那種南部地方 那個家裡的那個小姐 他們家裡還住套屏廚 他想說他還有個保護 營建業都還在 然後後來還是有興趣 所以希望能夠跟家裡 不用去融資了 他們自己其實家裡有點錢 後來也是他老公管控 跟他講說 其實有些時候股票 真的有他的命 如果你真的覺得 拿機當股票 真的不耐那麼合適 我不是說一定是這樣 你跟他氣合不合 你真的是跟他那個八字不合 那所以有些股票 你既然沒有賺 不要再回頭了 那還有有的情況 如果你在那個階段 真的是衰 他那時候那個太太 他有講 他說衰到那個 後來他的那個老公 管控他的帳戶 不准他再多做任何投資 後來帳都變成 他老公在管 所以也蠻慘的 那你有就此收手嗎 沒有 那不是 因為我是二十萬變三百萬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還要再轉兩 還要再翻身一到兩次 我才可以買房子 譬如說三百變六百 六百變一千二利 你想買房子的錢 想要從股市裡面拿來 等一下 朱老師 像中安妮你有沒有聽很多了 真的聽很多 可是他運氣好吧 我運氣好 你知道我想到有一次 我從南部坐高鐵回台北 我旁邊一個阿伯 就看到我在那邊 一樣滑F來看股市 結果他就開始跟我報名牌 你太知道我不把你贏了 你給他報名牌 我怎麼會相信呢 好 可是我就沒講話 他也不認識我是誰 然後我就聽他講講 我都完全不吭聲 直到他下車之後 好 我當然不會去買 可是我就開始注意到 果然那一檔股票 從我看的隔天開始連跌五天 好 所以真的 所以就剛剛說的 就算你再認識 再熟悉的人 跟你報的名牌 你想他的消息從來 除非他是 這家上市櫃公司裡面的人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聽到的消息 就以後我們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們聽到消息 可能都已經是不知道 都遞幾首 是 那更不要說 你這可能跟這個圈子 沒有相關的人 你聽到消息 真的就剛剛雨菊說的 可能這八手都不值了 那你怎麼去相信他 朱老師講的這個故事 我遇過一次 就有一年 我到那個美式大賣場 去買電視 對 然後我就買一台電視 就推進去 推到電梯 然後旁邊有四個中年男女 在聊股票 然後你聽到那個 說天文數字 你要幾張 我要三千張 我只在旁邊三千張 一張兩萬 大概六千萬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喜歡 跟人家聊天 之後有被醫護人員帶走 而且四個人講的話 就是這種口徑 就是我就多少 我哪一個點丟進去的 比如說我今天 我九點半的時候丟進去的 然後你怎麼沒看法 漲停了 我就出來了 什麼會怎麼 這麼厲害 對不對 我遇到巴菲特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聊天 就說 然後他就 因為我買他的電視 他說你這隻誰的 意思就是說 你買哪一支股票賺的 他說沒有 我不會買 然後我就推出去 我就不對 就轉過來 我說沒有賣一支 他就比了一個數字給我 那我們就不要講哪一支 他就比了一個數字給我 然後我就手機開始查 你知道嗎 那一天真的漲停 然後八十幾塊 這對不對 然後我就 我就 但因為那時候 其實說實在 那時候一個小小的補習班老師 也沒什麼錢玩股票 就看一看而已 然後過了大概兩三個月後 那時候我開始買 我人生第一檔股票是 永鋒金 我就想說要帶一個 那一支算十九塊 所以這也是老天爺 給你一個歧視是不是 老天爺有時候給你一個歧視 有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 但是現在真的很多藝人 在玩股票嗎 真的很多藝人是把可能演戲 拿來當副業嗎 他主要在操盤喔 我有認識一個演員 然後他是八點檔 但他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沒有到什麼 男一或男二 可是他就大概是配角這樣 男十八 沒有啦沒有 起碼有三跟四這樣子 就同學這樣子 就我就想說奇怪 他演一個八 他去年的時候 他演一檔八點檔 他大概到南三 他演完 他換車換雙B的休旅 然後也買房子在新北市 我想說怎麼這麼賺 可以演戲演成這樣 結果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在玩當沖 因為他說他在拍戲也沒時間看 他個性也就是火象星座 他就覺得他就每天這樣 衝進去衝出來很過癮這樣 因為他有他信 我覺得啦 報名牌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不好意思讓我賺 其實我撒紅眼 我根本不會去想他資料哪裡來的 那新美你這麼講 上次你說你賺了三百萬嘛 手上線線有三百萬 那是贏的案例嘛 那有沒有最慘的案例 最慘的案例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跟我那一票朋友就覺得 我現在有三百萬 我只要再翻一次或兩次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你知道那一支 讓我賺錢的那一支 我其實看我等了三年 然後我就在想我再翻兩次 等於總共加起來 就是還要再六年後 太慢了 我說有沒有再快一點的 然後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因為上市上櫃不是10%是上線嘛 漲10%跌10% 他說要不然你買新櫃 新櫃沒有限制 對啊 於是我們就看了一支 也是做電腦 然後他們有跟你講嘛 新櫃沒有量 漲了你也跑不掉 真的喔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那時候我只看一下他 我記得我觀察他的時候 三百多 結果就慢慢看 他們一天就四百 一四百上去就 哇一天四百萬 等於一張可以賺十萬 然後我三百萬這樣丟進去 我一天又好幾百萬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 於是我就又丟進去 但我好險 我就錢又都丟進去 然後我就在想 我朋友是跟我說他會到七百 因為他上一張說 三十會到三百嘛 我就覺得那七百打個折 應該有個五百吧 也OK啦 就丟進去 結果一路喔 一直跌 跌到兩百多的時候 我放棄 因為我就覺得 我就是認輸 我只要 我那時候三百萬 有一百萬 是我想說留下來本金 生活費什麼錢 信貸那個也要去還一還 你知道嗎 對 我就後來就是認賠 就是他跌到兩百多塊的時候 我就出來 然後等於說 我前面三年賺的 在那一個月都沒了 那我偶爾想到 我還是會想說 那張股票這害人不錢 我還會氣耶 我每一張股票 我都沒有回頭看 唯獨那一張股票 我會回頭看 現在我要來錄影之前 我還看了一下 八百多 然後我就覺得 他真的不是 不是我沒那個命耶 這個新聞點要怎麼抓呢 一樣都是資本支出 但有的股價會飆漲 有的怎麼是跌呢 有的時候外資喊多少 奇怪有一些就是會到 有一些就是不會到 你就會覺得 到底這樣的新聞梗 要怎麼樣抓點耶 其實我剛才聽 欣梅在講的時候 我真的有那種感覺 舉一把淚是不是 不是 這罐給過 這罐如果要過 吃到百萬 而且你買的時候 你早上在看盤的時候 不管它漲跌 你開始想 我跟你講現在五十塊 如果它漲到一百五 它漲到一百五的時候 我想換一台什麼車 我的房貸剛好可以清一間 然後呢 再帶我老婆去哪裡玩 順便買兩個包包給她 然後一看 那還會 所以我們說 這個除了我們說 當然我們都希望 聽到好消息 人家跟我們講 這支會哪支會長 這支怎麼樣 但是問題來了 基本功還是要做足物 所以你看我們做新聞 有五個W 做股票也有五個W 人事實地物 朱老師 沒錯 我想絕大部分的普羅大眾 做股票不是專員 是他有那麼多資訊 大部分都是看新聞 問你怎麼看新聞 那個Mega很重要 來 所以我們看人事實地物 我給大家最基本的概念 來 尤其人很重要 人從兩個方向來看 如果是一家上市櫃公司 當然就看他的負責人老闆 如果是一個國家 當然就看總統或總理 好 我們現在以最近的新聞來說 康有案 從去年到現在的 這個負責人 下次 市場表 可是問題是康有的事情 如果你懂得會去看 這個人到底在幹什麼的話 你去看 他其實之前媒體就已經爆了 因為一家上市櫃公司的 主要的裡面的高級幹部 或者是大股東 你股票進出一定要申報 可是他有一個漏洞 低於10張你不用申報 結果他這個負責人從去年開始 就每天賣9張 9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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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也知道這個人顯然就是 一定會找 絕對有問題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 他從 很剛才說 我記得他五六百塊說 他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那時候這個事情都會不會看 想要說這個人有問題 正常的大老闆 怎麼會做這種 偷情摸狗的事情 那顯然你就是去專法律都動 再看到一個國家也是一樣 好 你看到巴西 巴西不就是曾經是金磚四國嗎 可是你看到一個總統上來 你看到現在 宣戀總統潑手納落 號稱巴西版的川普 川普我都不用 還有大家都知道 你就看到這一次疫情的問題 一直到現在 他都覺得不需要戴口罩 都覺得不用去禁 老師 我們這麼講 人事時地物 天時地利人和 對不對 天時大於地利 地利大於人和 什麼時機 像現在這個時機 比如說你去買越南的0050 你買航運 買工廳 什麼時機 看我們時機就看事情 看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好 你看這一次的 長榮事件來說好了 長榮塞港之後 大家都想說 塞港已經結束了 都有事情了 想說結果我們後續的問題 所以你這時候就要進一步去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產生了什麼影響 他告訴你 沒有錯 船移走了 問題是 因為他塞的那段期間 導致全世界的航班全亂 所以這件事情 短時間之內無法消化 那顯然這就是有的 繼續玩下去的 所以這是實際的問題 好 那如果再看到 好 剛剛講到國家的問題 來 最近最夯的這個越南ETF 上市第一天 居然ETF照理說 他應該跟禁止很接近 他居然可以移架到10%左右 那顯然就不合理 那這時候你該做什麼事情 那就回去看越南 到底值不值得投資 可是這次現在很瘋 對 好 那問題瘋得到底有沒有理 你看新聞跟你講什麼 這個國家防疫做得很好 甚至比台灣還好 這第一個OK 第二個跟你說 因為每週貿易戰 所以很多的企業外資 轉單到越南 到越南去 第二個也OK 可是重點是實際的市場面 來 你去比 不要比太多 台灣跟越南 你去比他們過去 這幾年股市的表現 來 以今年來說 我們剛 我剛查過 今年到目前為止 台股漲大概到今天大概15%多 它漲8%多 去年我們漲幾% 我們漲22%多 去各位數 就你18年 剛旅杰說18年它很慘 18年那一年 我們跌6%多 它跌8%多 換句話說就1819 20到今年 台股表現都比越南還要好 你為什麼不買0050 你要買它的ETF 因為它現在很瘋 消息面很好 對啊 問題是擺在眼前 是使台股更好 不就是簡單的答案了 你在瘋什麼 你就自己想想看 可是可能台股超漲了 那邊還有操作空間 問題是 連續這麼多年都在漲的話 那就不叫超漲了 因為你超漲 我們通常是四位短時間 你能夠連續四年 都漲得比它多 那就不叫超漲 那叫做台股基本面 遠遠比它更好 是 老師 那我們一些 新聞的關鍵字可以看得出來 是他們要出貨的一些 新聞報導跟文章 那當然有 就像譬如說我們剛剛說 看到這大股東通通在賣 這基本上是出貨 那還有像剛剛提到的 像外資的問題 大家特別注意到 我們過去長時間都覺得 外資基本上在操控台股 可是你看從去年 外資賣超台股6000億 今年到目前為止賣超3000億 請問台股是做的還是做的 要找一條會贏 問題你他做得做得不對 對 我們還可以找嗎 既然就是這樣子 既然外資從去年錯到今年 你為什麼還在相信 外資的支出 簡單的道理 如果說短時間錯 我們就當作沒看到 因為它真的有影響 問題是從去年錯到今年 你還在相信外資說的話 那蓋廠這種東西要怎麼看 好 那蓋廠基本上 牽扯到兩個問題 通常一個企業資本支出 是很大一筆錢 我要砸錢進去蓋廠 我絕對是至少看到 未來三到五年 所以第一個我錢進去 可能對短線的財報會不好看 因為資本支出 可是你要想 他敢看到三年五年之後 所以才要砸錢 那顯然就是 你要用長線來對待這檔個股 所以這是我們一般做投資 再還有可能如果說 你說財報什麼我都不會看 那日常生活看 你總會的吧 日常生活找投資標的 屬於有名絕對於巴菲特 因為喜歡喝可樂 因為喜歡喝可樂可樂 所以乾脆 乾脆就把可樂可樂 買下來 你當然是沒有全部買下來 但是至少變成大股東 我們日常生活也是這樣子 不要說什麼 為先帶起家 今天我太太跟我說 你都說帶起家 那你有沒有買衛生紙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去查衛生紙價格 真的都漲了 那誰在做衛生紙 哪些職場 那這就是我們投資的方法標的 好 台子晴五月正式登場 沒有想到第一天就殺得來勢洶洶 一早漲停的也全部都解開 大家要穩住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包括中鋼的股價 創十二年的新高 很多人說他大牛變蠻牛 很多的船產 航運 鋼鐵 面板 現在休息一下 但之後也讓大家搭鐵撐熱 股市風波不斷 那我們如何在這傾濤駭浪當中 賺取我們應有的報酬 然後順便存存我們的退休金 到底要怎麼樣存呢 你的錢要怎麼樣來配置呢 臺灣人的退休金真的夠用嗎 那我們退休金不夠用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兩個問題 一個是個人的問題 一個是人禍 一個是天災也沒有 我們的退休金不夠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一個是人的問題 一個是國家的問題嘛 對對對 基本上 個人來講你的觀念出錯 因為小吃主急著要很快的致富 對啊 所以呢就 我們都渴望成功啊 對對對 所以吃快都不賺 但是 基本上如果你6% 如果6% 你差不多10錢就一杯 24年就差不多四杯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用6% 你的財富累積 其實也在一個水準以上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觀念 觀念不對啦 你一太急著要成功 所以在股市裡頭 前面以前被人家養套殺 後面自己殺 所以說起來你就觀念不對 你就投資觀念不錯 你已經走路岔路 這是個人犯的錯 第二是國家犯的錯誤 國家在制度上沒有犯的錯誤 我說難提一點 大家在那邊一直喊 這個台積電是富國神山 我有時候開玩笑 我說富的誰 75是外資 等於是說 我說難提一點 好像新加坡的主權基金 也有買有台積電 你說蛋馬席 搞不好阿布達比也買 或者一些的 說難聽一點 他擁有台積電的股份 比我們整個國家的25%還多 人家是笑一笑 你富國神山 富你還是富我 賺的錢是到你那邊 說難聽一點 每一年拍拍台積電的董事長 老美常講的 You do the good job 你幹得好 我們拿掉75% 25%留給你們 明年我們再拿來75% 我們要吃什麼 對 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問題 我們的退休金 沒有像美國的一個 大水庫的一個概念 我們我在一九八 2017年的時候 在台大演講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談到 我們國家所出的問題 我說如果先把台積電 我那時候就看到 我說把台積電給扣起來 大概所有勞退 少子化 老年長照 大學生都可以解決 一個學生就舉手問 老師如果我們把台積電 現在買下來多少 5.5兆 那個時候 5.5兆 2017年 我說政府現在沒有錢買 這可以理解 政府當年賣掉犯的錯誤 也可以理解 因為沒有人可以判斷 台積電會漲這麼高 這都不要怪 但是我們要怪一點 我們國家的退休金裡頭 有大批的 民間的資金不能進入 我們勞退自選 每一個人有6% 你那時候銀行定存多少 40兆 我說40兆 現在可以買台積電 買8家 我說如果一旦台積電 漲一倍的時候 存4兆 好 那時候你看5.5兆 現在多少 15還是16 15 16 存幾兆 存2兆 哪一天台積電若干年 再登1000元 上到了30兆的時候 說得不得聽 台灣銀行定存的這些錢 我給做傲大台 當時看起來很值錢 現在都不值錢 你知道我在美國 幫我修房子那些老公 墨西哥人 你叫他幫我打工 幫他老闆打工 他會笑台灣人 開玩笑 他的401K 只要打個勾 進入了0050 台積電 台灣所有50家企業 都幫他打工 所以我們的意思是 我們的40兆 有這麼多的資金 你的6% 都不能進去自行管理 政府來幫你管理 這在國際裡頭 是很少看到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的勞退基金 目前是在2點多% 就算3% 你比起0050的7% 你差多少錢 我們昨天講差3% 這就是我們制度的盲點 所以變成了我們所有台灣的 一流企業幫國外打工 國外的資金就打個工 台灣什麼都不缺 就不缺資金 所以老師我們現在要幫自己 賺退休金 你不是有阿甘的投資法嗎 是阿甘還阿呆 我要怎麼樣最基本的投資 來教我們一下 阿甘投資法 阿甘給你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你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他基本上是先付出 不求回報 他很專注 他很簡單 阿甘投資法 我們就決 台灣民眾也可以學 跟台股一樣都可以學 以2000年高科技泡沫 我就喜歡用股災來測 因為股災會過 就代表會過 對不對 最壞的 我們用最壞的來測試 2000年高科技泡沫 你如果台灣大概是放 如果說用五千塊 每一年大概五千塊美金 就四五萬台幣 你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每一年的 最最倒楣那一天 就那一天高點 你一進場 第二天就崩盤 那全年度的最高點 讓你稅一十年 那真的稅到五分 每一年都想關掉 那年的關掉不是去嗎 20年讓你 稅到這樣不行 就一個例子 每一年就放15萬 五千塊美金 一個月小資主存一變 然後2000年高科技泡沫 落五十 2008年又落一個五十 就飽到這樣不行 你看最高點進 飽到都靠近東 對對對 這樣20年下來 最壞期間 20年下來 你15萬 你剩300萬 最後得到獲利是450萬 最後獲利要有450萬 還有400萬 剩到你賣賣賣賣 450萬 那還不錯 第二個例子呢 是阿甘的表兄弟 每一年都是最低點進場 一進場就上漲 一進場就上漲 連續漲到20年 不可能嘛 所以最壞的 這個如果漲過來 大概600萬 所以你最壞在450 最好在650 中間晃動 你搞不好480 500 510 530 就是不會超過650 這樣你沒辦法 沒辦法啊 對嘛 這樣就簡單而已 所以明天開始 但是第一個前提 你要20年 因為經過一次 對2000年這樣漲下來 15年之內都沒有賺到錢 那你可能在第16年轉彎 你一放手就不見了 最壞的 最好的是高科技泡沫 金融海嘯一結束 2009年就回本了 因為那時候2008年 跌到剩3000多點 對 台積電存40幾塊塊 沒有啦 那有40幾 6000塊 沒有啦 我去4050塊 我先看 這一定要入 一定要入 就沒錢 就沒錢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這個是最簡單 阿甘投資法 每股台股都適用 所以呢 你說技術分析 有用啦 技術分析學到好 確實可以低高進出 我也常玩技術分析 但是我跟你講 多數人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學員來上課 老師我每次看那個電視頻道 投資達人一介紹 說是WD 我跟著進場就變M頭 投資達人一進場 10%的漲停板 我怎麼跟著他進去 變成10%停損出場 所以技術分析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這樣可以 老師有股债雙砂這回事嗎 股债雙砂 有 一年大概這樣子 股债共五不會是百分之百 解決所有的股债問題 大概解決80到90 偶爾會有股债雙砂 去2018年 但是我要問你 偶爾股债殺一下 你給他殺一下又怎麼樣 當年 2018年的公債 平常很少跌對不對 那年跌了2% 但是你為了散這個東西 不敢參與的話 第二年他回彈了 將近8%到18% 你不是叫那個 所以偶爾給他殺 因為他不可能 每一個股災來 股债雙砂都可以 他大概有百分之10到15的時間 無法處理 可是你給他殺一下2% 第二年回彈8到10% 而且我剛才講 2000年高科技泡沫 跟金融海嘯的時候 他漲的都是25% 所以股债雙砂 就新聞媒體的消息面 你就不要聽了 老師我們現在重點來 因為你接下來要回到美國了 像我今年 我32歲 他28歲 那未來的3年到10年 我們怎麼去面對 因為台積電 我們說張宗某講 我們領先大陸5年 當然我知道張宗某 我們的台積電 還會繼續進步 大陸也會繼續追 但是如果真的以5年為一個區間 第一個5年 第二個5年 第三個5年 第四個5年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不是小時候 在前陣子 有一個台商 一個老大哥跟我講過 你要把人生分成 就是你的職業分成四個5年 那最後一個5年 再準備怎麼退休 好 我今年30幾歲 今年28歲 我們這20年 好 講短一點 最少前三年 我們現在怎麼去配置我們的資產 我們的投資標的 要怎麼教他拚這 依你為對象 因為我想有很多 大概很多情況一樣 我們就有三年 不要拉太長 投資有兩種打法 一個叫主動投資 就是現在你玩的 挑股票也選時間 折股又折死 這要高度取消 你要拚好到好股票 又在好的時間點切進去 這叫主動投資的兩個挑戰 就是折到股票 要選股 又要選時間 技術分析或什麼不管 第二種打法 就是我們講的阿甘投資法 叫被動的 就像做SPA一樣 拿在那裡人跟你拚 鬆到那裡 這個是做SPA 我就把你切割成兩種打法 好不好 在這兩種打法裡頭 基本上我就先被動 比喻你35 都30歲 所以你的防守性 我們要說多少 35 攻擊性 你這樣切開好了 因為你現在 你知道你最大的困難 我跟你講 平常我們做一些診斷 都是一二十萬 你真的抓到 你的問題在哪裡 外遇太多 老師你說到重點了 不是感情的外遇 你投資標的的外遇 我想說你算命的 這麼準確 對 你的問題是 每行你也要碰 每一個碰 你又沒有信心 該加碼 你不能加碼 所以你的主 你喜歡玩主動 但你的標的太多 多到你根本不知道 他在做什麼 對 以前那個老美國人 外國人 那個法國人 消遣美國人 你們太沒有浪漫 你們國家才兩百年 沒有文化 不像我們歐洲 法國又浪漫 美國人就消遣他 你就是太浪漫 所以法國人 永遠不知道爸爸是誰 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 你的外遇太多 你要簡化 我現在給你簡化 四檔 四檔 第一個 百分之二十三十 播到 依你現在來講 因為你現在會想完主動 我要跟你說叫被動 你別騙我 我不是今天這麼罵 所以基本上 差不多三十% 你就做被動 你先享受一下 看看這個以後會不會賺錢 三十%裡面 就照我剛才講的方式 你三十五歲 那就三十五歲防守 剩下的七十五就買 零零五零 SBY 公債你就買BND 所以剩六十五% 打主動 只買一檔 只買一檔 對 我告訴你 買這檔的時候 我講一個簡單句 我在花蓮有一個民宿 當時他走到有時候早餐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有時候會做個早餐 給我們來住的人 有一天我去菜市場買那個 看著這地瓜還蠻不錯 一個老太婆 先生這我自己種的 好吃 我在郵域 因為長得不是特別漂亮 很好吃 那我在郵域不想買的時候 他突然講了一句話 他說 不然你騙一次好不好 他這句話一講 我買了 一煮果然好吃 我第二天去找他的時候 沒了 他自己種一隻隻來 所以我今天 你也今天我給你騙一次 剩下買一檔 台積電 三年之內 如果不會 你這樣的投資組合 不會賺到錢 我去幫你 我帶回來 幫你洗 耳朵 耳朵 我沒在騙 沒有啦 你習慣穿我們台東原住民 那個丁智庫藍圓 我做會幫你洗 這樣可以嗎 OK 你就 你騙一下 為什麼 台積電 台積電是這35年來 從來沒有看到 在國際上的 visibility 我們叫它的能見度這麼高 領先的擴度 或者現在的打架區的產能 包括大家最近在講說 毛利稍微低一點 不要看那個 因為它現在的部分 就是一個大量產能 我那天講 比2008年 28奈米是徹底甩掉 大概連電 這一次的企圖金 我認為會讓三星非常難受 要找到第二個護國神山 我跟你說 本來張忠謀先生認為 台灣第一個有機會的是封裝 但沒有想到半導體 自越光 不 封裝產業 認為有機會拿低 沒想到半導體拿到低 這個機會 它不便宜了 顏值哥講不便宜 我告訴你 你們高雄人 鄉親的故事 我那天在美國要出門跑步 突然來一個電郵 他說 邱老師 我是在高雄的一個勞工階層 我跟我先生年收入 月收入大概差不多五六萬 不管 他說我們想買房子買不起 但是我覺得 我們很擔心 但是那天看了你視頻 我剛好手邊有五百多萬的 現金存了多少年 都給你一支 台積電 三百多元 所以 協議給我的時候是六百多萬 他說我看到我的人生有希望 他現在已經買到美食冠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他給我騙一次 你也給我騙一次 對所有的 單一個股如果你要打主動 你可以只選台積電 為什麼 單純 所有人把你資料都給你整理好 你有風吹打斷 比如說我現在很想買大力光 大力光的 未來的發展前景 我們都抓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剛才講 你有35的被動 或者你反過來也可以 65打主動就選一檔 持續性的丟錢 三年後不能賺錢 給你洗哪一塊 這樣可以嗎 OK 有夠意思嗎 不過老師今天還有學者講說 台積電是被美國逼去設廠的 然後說intel呢 因為intel今天不是講說 他也要做這個晶圓的部分嗎 當然是被張宗茅說很諷刺 那你怎麼看 是不是台積電 真的是被美國逼去設廠 最後他的技術會被intel給掛掉嗎 不會啦 我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說難聽一點 台積電所有的設備跟製造 很多的工具 也是美國的供應商 美國現在很明顯的要圍堵中國 這個態勢已經出來了 因為坦白講 在起步已經慢了 我嚴格剛才講 我覺得習近平急了一點 這個態勢 所以美國現在是整個圍堵 在這種情況之下 拉台積電一定要進來 因為你不配合 我的設備不給你 台積電以異理那個製程 你很多東西都很難動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互惠 大聯盟的互惠 至於太多 那個陰謀論就不必了 切給intel我認為不會 美國他的一個競爭裡頭 不是這樣砸 所以那些我都不必 你都不必去管他 你關注的就是台積電 我們那天講的老人 主人與狗 以他目前的除非真的是很意外 如果意外 我這副眼鏡也要換 因為表示不管用看不準 我認為三年之內 你就把台積電當作一瓶紅酒 擺著 然後三年後來開箱 開瓶 人怕豬民 豬怕肥 但是大家有一句話叫做 滴不肥的肥材 現在是滴不肥的肥材 馬雲在酒店裡面現身 整個胖了一圈 那最近馬雲在忙什麼呢 阿里巴巴也要進軍電動車市場 那今年上海車展也一樣 但是所有的風頭都在電動車上面 沒有 但是這麼紅 都還沒有比站上特斯拉抗議的女車主紅 他到底在抗議什麼紅 真的是紅了 不過我們來說 美中關係接下來可能會出現一波 很微妙的化學反應 因為美中新大使就要出了 外交部的副部長秦剛 剛剛接任了這個駐美大使 傳出就是他 好 另外美國這邊也要換人 老牌外交官 美國的前國務次次卿 博恩斯將會出任北京 好 接著美國國會要推動了 重大的抗中法案 裡面對臺灣的影響也是蠻多的 今天我們繼續來做討論 首先歡迎軍事專家鄭紀文 紀文哥 大家好 美中的大使現在都新的要就任 但問題來了 在這個 應該雙方交好的時機 美國國會推出了抗中法案 總共有七大點 那重點在哪裡 後面的三到五點 提到什麼 臺灣 香港 新疆 這是故意的嗎 當然秦剛也有出來講話 但是我們說這麼多的話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解讀 美國國會這個動作 創下哥 美國國會通過了史上最大 最強烈 最全方位的抗中法案 這為什麼叫史上最大最強烈 首先它是由民主黨的 參議院外委會主席 加上共和黨參議院首席參議員 兩個人連媒貼書 也就是兩大黨都有共識 所以一定會通過 現在參議會外委會已經通過了 接下來國會通過 拜登一蓋章就要執行 那這個法案有多少嗎 兩百八十一頁這麼厚 那這裡面厚的是 它首先開中民意的定義 什麼叫做北京的不合國際規矩的行為 什麼叫做中國方面不惡意 惡意而不正常的商業經濟行為 什麼叫做數位威脅 什麼叫做中國的軍事擴張 什麼叫做迫害臺灣 什麼叫做迫害香港和新疆 全部把它定義和界定清楚 然後美國要提出所有的因應方案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是全方位 科技經濟軍事外交全方位的對抗 首先他們第一個講的是經濟 他們很在乎經濟 然後經濟裡面呢 可以開中民意在條文裡面講 去年的COVID-19 讓他們知道一件事情 生產供應鏈一定要重組 放在中國很危險 所以他們將又從2022到2027 這個六個財政年度裡面 每年給新台幣四億2584萬 請美國的外館領事館 去聘請你們當地的專家 協助去研究怎麼樣 把你們在中國的生產線 在你們的企業協助他們悄悄的往外移 協助他們偷偷的出去 這個東西就讓中國呢 供應鏈重組 就完全要去中化 對啊 所以我們的台商 你們千萬要小心 要靜悄悄的 悄悄去領事館 悄悄去大使館 不要給中國人知道 不然你們也會很麻煩 但是他會協助你 移出你們的生產線 移出你們的供應鏈 第二個呢 再過來的時候呢 就是跟他國合作 公部門的鼓勵 從集團體大阪會議 推出的基礎建設 就是針對移代移入 可是針對移代移入 特別用了一個東西 就是對抗惡意影響力 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五個會計年度 每年三億美金 然後三億美金呢 叫你由布林肯 負責主持這個基金會 而且要求他指定一個 國務助親 負責主導 中共就在全世界的裡面呢 對抗整個中國的 一帶一路的影響力 基礎建設去協助各國 然後再過來呢 很重要是說 中國呢 常常花很多錢 大外宣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講的 把地球管起來 所以呢 他也要每年呢 給一億七千萬美元 協助反制這個大外宣 協助那些被迫害的記者 協助那些被迫害的媒體 讓他們脫離這個事故 最後他們講了數位威權 非常重要 特別提到第一次 這還是在那些主要的總章節裡面 這個數位威權 中國這個數位威權太嚴重了 所以呢 台灣歐洲日本五眼聯盟 必須團結起來簽訂數位貿易協定 只要創造全世界是乾淨的網路 不會被監控的網路 台灣在這個總章裡面 第一次被提出來了 接下來呢 要開始對對外軍事援助 然後整個炸章節完畢 有兩節專門講台灣 專門講台灣第一個就是定期軍售 強化台灣的自衛防護 促使台灣的GDP 外交那個國防預算 那到百分之三 然後再過來另外一件事情 協助台灣參與有意義的國際組織 最後一件事情 要求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各政府官員 要跟正常的其他國家一樣 對台灣的禮節稱呼所有的狀況 而且創下個有意義的組織 包括聯合國 這不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講到的嗎 所以現在台灣有機會加入嗎 聯合國裡面下面有十五個國際組織 這個時候就是說不設主權 協助台灣加入 就跟上次的克拉夫特所講的一樣 讓我們至少在聯合國裡面能夠發聲 所以IKEO 所以那個什麼國際刑警組織 WHO都認為台灣應該加入 最重要的一個是其次 以後呢 不准再有像那個歐巴馬時代 二零一五年的臺美交往準則 你要跟台灣一樣 那國際那國家外交官受到什麼待遇 機關受到什麼待遇 台灣要有共同的禮節 共同的稱呼 所以我們以後也叫大使 我們以後也有那個不能偷偷摸摸的 進到白宮 要共同的禮節 所以全部講完之後 他特別講的是 但是台灣呢 還是一個準主權關係 他也不希望讓中國立刻的開戰 可是在這個時候呢 新的大使出來了 中國和美國的態度都不一樣 那你看喔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新的駐美大使秦剛會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說到 中國現在是搞戰狼外交 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 當前國際上一些國家 有些人對中國進行的那些毫無根據 毫無底線的抹黑 那他們恐怕都不能用戰狼來形容啊 那就是惡狼啊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不是只端著紅銀槍的童子軍 也許在國外有些人的眼裡頭 希望中國總是長不大的童子軍 但是如果是那樣的話 誰來維護國家的安全 誰來維護世界的和平 如果是那樣的話 中國就安寧了 地區就穩定了 天下就太平了 好 中國外交部的副部長秦剛 傳出他應該就是未來的駐美大使人 你剛好聽到他話講得還蠻嗆的喔 不過這個潔孤雁秦剛要上任了 美國這邊也要換人了 這兩個人會發生什麼樣的火花呢 這個差別在哪裡 就是對話和吵架的差別 就是美國是想要對話的 所以美國給這個 柏恩斯 李果拉斯柏恩斯 他現在六十五歲 超級大帥哥 他六十五歲你看不出來吧 他其實在整個美國的外交事務 已經二三四十年 他最早進去的時候 就是雷根時候的外交官僚 所以他是純粹外交官體系出身 非常資深 而且歷練完整 當時整個雷根跟那個蘇聯見面 他就已經參與了 後來去了美國國安局 國安會 然後後面當了駐北約大使 當了到最後是國務院政務次卿 所以他是外交之力 非常完整 然後所以對全世界非常了解 研究過烏克蘭 研究過蘇聯 研究過中國 研究過北韓 日本 台灣 他通通都是他的專業 所以呢 前面的歐巴馬時候的特使呢 帶為多個才說 這是美國要對成熟的對中政策 要對話 而這個秦剛呢 就是要吵架了 他在四月二十號 三個人事出來之前 就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那一個是北京外交部的吹風會 就是不正式的外交記者會 但是跟各國駐中國的記者見見面 德國記者就問了一件事情 關於你們的COVID-19的疫苗 到底情況怎麼樣 然後你們一直出來都是戰狼外交 馬上就講了沒有戰狼 抹黑中國就是惡狼 所以就是非常的兇悍 然後再過來他也講了解放軍 不是端紅的紅英子的紅子軍 然後甚至於2014年的時候 當時歐巴馬宣布要重返亞太 要到亞太來這邊行程 當時第一次的時候沒有宣布說 他要來中國 當時人家記者就問說 他當時是外交部發言人 問他說你的看法 中國就在這 要來不來 隨他 然後安倍晉詹去禁國城市 他就講說你日本的負債 已經很多了 你再去的話 只是多一條負債 可是他的特殊性在哪裡 他當過是進了外交的體系 但是他李賓司長 新聞發言人 負責的業務是拉美事務 他對美國完全不了解 但是習近平這九年來出訪的事務 因為是李賓司長 他說跟著習近平 所以他是習近平的喉舌 出來要找藏狼了 所以在美中這樣一個藏狼 登上一個資深的帥哥 明星級外交官 大家都知道這是對話 還有是吵架一個差別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終於阿吉利諾通過聽證 也成了下一任的印太司令 可是他就會對台灣更關切 因為他當時講六年 可能中國就會攻打台灣 所以對中國攻打台灣非常憂慮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在憂慮之下 給我們台灣更多的保護 更好的軍售 好 不過我們說真的 現在美國你看拜登動作 真的是蠻強硬的 全面的抗中政策 其中一個就是希望 去中國的供應鏈 這個也說到之前 不是有一些科技戰嗎 這拜登不是說 晶片非常重要嗎 就找到台積電 英特爾 還有三星過來喬一喬 接下來美國如果跟中國 日本 跟日本跟韓國合作 那到底中國要怎麼樣來自處 現在打仗其實打的是科技 你說我之前我們常聽過 聽過一個故事 我們的空軍在美國亞利桑那基地 我們開教練機 鎖定了F-18鎖定了什麼 後來我就問了 我幾個軍官的朋友 他說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的 但是問題這種事情 在現在的作戰不重要 現在的作戰是失去外作戰 我還沒看到你 你還沒看到我 我就把你打下來 所以差別在科技 但是問題來 當中國不斷的崛起 他們現在也大力要發展晶片等等 頂頂的商品的時候 會不會壓迫到 台灣他是壓迫不到了 因為我們的科技領先 會不會壓迫到日韓的科技發展 季文哥 其實這個長久以來 這個下去絕對是會的 不過我們都知道 過去來大陸喜歡用 這個所謂的市場換經濟 這一招發現非常有效 包括它的高鐵 包括核能 包括很多行業 其實都用這種模式 讓國外成熟的技術或產業 在中國複製 比如就日韓來講 其實就是很糾結 為什麼呢 因為日韓 這個中國大陸對它 都是最大或第二大的市場 比如說像韓國 這個中國的出口的這個額度 就是它最大的出口 那另外日本 日本有20%的整個產品 是輸往這個中國大陸 以此兩國對於大陸的市場 一致度真的是蠻高的 而且大陸所謂強調 所謂雙循環經濟戰略 這一陣子就揮別了這個疫情以後 它的這個經濟表現很迅猛 因此更讓兩國有所期待 但是但是未來 比如說五到十年以後 那大陸現在強調的 要發展機體電路 機密機械 機械人 這種5G相關的產業 那這兩個國家就有隱憂 就是它未來慢慢 它的紅色供應鏈上來 以後技術能力上來以後 日韓的廠商這種供應的角色 就會慢慢被取代 因此其實對於很多國家 就是一個兩難 那現在靠大陸 但未來養大了大陸的技術能力 有一定會被取代 可是你知道除了科技 還有能源 中國最近不是有個能源高官 被雙開了嗎 是 能源就講到這個 大陸這幾年其實非常強調 所以能源政策的發展 包括它這個強化它 核工業的能力 目前已經有四十九座核機組 在運作或在建造中 那未來還要建造更多的 這個核能發電廠 因此核的利用來講 那它是這個風風火火 但就像它發展高鐵一樣 投入很大的資金去搞 結果發現之前高鐵 不是好幾個高官被拔掉 是 貪腐問題 這一次包括中國的 這個能源局的副局長 在劉寶 這個劉寶華 其實就被雙開了 另外它的核工業 這個集團的這個 副總經濟師 他據說也在接受調查中 就顯然就是他大力搞的計畫 因為砸的整個經濟規模 資金夠大 其實就讓這些高官 有很多上下棋手的地方 因此這種情形是不足為奇 但我認為 那隱藏在這個裡面的更多的貪腐 其實還更多的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中國在發展他們的武器裡面 基本上都用Copy的 你美國有什麼我就有什麼 然後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這就是講到我過去年觀察 我就早就說這個現象很嚴重 他陸海空山區 其實都有這種山寨的現象 譬如說那最近大家點名最多 就是像這個畫面中 這個F-35和殲-31 這兩架飛機是不是乍看之下 外型真的很像 細看的時候只是差異 一個是一具發動機F-35 那殲-31兩具發動機 但是但是雖然外型像 但材料科技不一樣 整個技術的厚實度不一樣 因此這個美國F-35 目前已經生產了600多架 供應很多美國盟友使用 而殲-31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原型機 推出了三架原型機 因為種種技術問題 目前還是無法量產 那除了這個殲-31以外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B-2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的 B-2是美國的主力轟炸機 美國更先進的B-21 目前在發展中 但是中共最近大外宣大內宣 有強調 我這個B-20轟-20也準備問世 但是很有意思 它就是用個布蓋起來 還拍出一些畫面說 我這個轟-20準備隆重登場 但大家就覺得 你除了外型像這個B-2以外 好像這個看不到更多的東西 那除了B-2以外 它還有很多武器 像這個殲-20 就長得像黑鷹一樣 國軍正好陸海空三軍都有黑鷹家族 未來在台海上空 這個黑鷹和山寨黑鷹遇到 還真的敵我難辨 但總體來講 中共這武器發展就是拿來的原則 那Copy這個美國的 我還Copy俄羅斯 當然這個歐洲的軍事工業很怕 我也有Copy歐洲 這對它的整個科技武器的發展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捷徑 不過你看講了那麼多武器 武器就是為了打仗 但是現在的戰火 可能是沒有硝煙的 從經濟上來打仗 那我的子彈從哪裡來 我從馬雲身上來 所以馬雲被整個很慘 最近馬雲突然又出現了 但是今天最新的照片出來 人家說第一步那步就被馬雲變胖了 所以我就覺得今天是很奇怪 你知道嗎 但我們大家馬雲現在很慘 馬雲現在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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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你數是多 而且剛剛不是說山寨嗎 很多人就想說 馬雲怎麼變那麼胖 這個馬雲不是山寨的 是山寨的嗎 是公獨生假扮的吧 潘老師 很多人看到都會覺得 這不是馬雲 這不是馬雲 怎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我覺得這張側面的比較像 但是重點就在於 他們說他胖了十斤 當然大陸的斤是四斤 所以是五公斤 但是大家就會很好奇 你這五公斤是多少時間內胖出來的 因為之前普丁視訊的時候 你不是坐在角落在那邊 那個時候沒有這樣子 這才幾天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覺得很怪 這是第一點長得不對 第二點的話就是 地方好像不對 這個地方這個氣氛這個檔次 適合馬雲嗎 另外第三個疑點就是 馬雲出門什麼時候 後面要站這麼厲害的黑衣人 這樣子對不對 你看還看著不同的方向 還有點專業 但是其實重點是在於 他現在這樣子應該低調 不要被發現 被發現帶來這些保鏢 會不會高調了一點點 辦高調啊 黨叫你出來辦高調的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現在風聲是不是已經過了 是不是已經雨過天輕了呢 但是雨為什麼會過啊 因為你錢就湊出來了 是不是有很多錢 一百八十億 和我們這邊的話多少 八百億是不是 嚇死人了 但是主經理這樣講的內行 為什麼有人說是小case 因為這個錢算出來之後 以阿里巴巴的資產來說 不好意思 只佔了百分之四而已 其實是可以達到百分之十的 只要給我八百分之一就好了 沒關係 但是重點就在於 那為什麼呢 中間的這個美港 你看他的母 他的那個那個基數有多大 只要差百分之零點幾 那就是差幾兆幾千萬幾億的耶 所以大家就認為 因為阿里巴巴早就好啦 兩年前這個線就布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竟然聘了 前中國上一部反壟斷局的副局長 到我們公司來工作 門神 對 厲害囉 所以才有人說 當其實黨要出手的時候 他有去疏通一下 有去溝通一下 有去講一下 是不是要這麼重啊 而且有人說 在二十年前的話 這一種政府單位轉過來的人 才不到一百個人 現在呢 竟然快到五千人到四千八百人 所以大家就開始好奇 旋轉門在這邊 難道都沒有用 可是問題來了 創下哥 在大陸這種旋轉門門神很多嗎 基本上台灣很多 我們知道嘛 那兩岸一家線 是不是展現在這個時候 門神這裡面 就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叫做小門神 這個是二零一五年中國的動畫 而這動畫裡面呢 是阿里巴巴影業發行的 所以裡面你看這個人的頭髮 眼神就很像馬雲是神界的培訓師 口才很好 所以這個動畫裡面 馬雲都插了一咖 小門神 所以門神當然很重要 但是門神重要是什麼呢 在中國這邊 旋轉門沒辦法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那個門要太大了 在中國 像我們台灣對不對 旋轉門去限制什麼 你當了營建的官員 你就不能去建築業者 然後你當了財經官員 你就不能去企業界 至少有幾年 你是金融監禮官員 你不能去證券什麼的 但是中國大陸 不是靠這個的 中國大陸所有東西 是靠關係 所以是有關係 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但是他們九千萬個 共產黨員 那每個人的關係 怎麼去弄 所以中國大陸 旋轉門就會越弄越大 所有東西都是關係 你會看到他們有養雞的 也可以去做晶片 有什麼樣的狀況 重點都不在他的專業 在他的關係 所以他們要做個門 只要九千萬人 都能擋住的門 那太大了 但接下來對網友來講 就很有關係 因為螞蟻裡面的花杯 怎麼廣告 又是在亂亂拍 對 其實有關係 你還是得還錢 沒有錯 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大家除了用支付寶之外 沒想到在大會那邊 大家現在有些年輕人 信用卡也不用 直接就用花杯 當然這個杯 比較是北方的用法 也就是花吧 那你如果要用錢嗎 那你就花吧 爸爸會給你幫先付的 是不是 結果他現在是有這個廣告 我覺得你如果從一個懷念 你的阿公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我花了錢 買東西送給阿公 我每一次在還錢的時候 就那一種我跟阿公 在溝通的過程 所以他的廣告詞 竟然是 我希望這筆帳單 永遠還不完耶 天啊這個也太可怕了 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要求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我才說 他把對阿公的思念 滲入帳單裡面 永遠還不完 那不表示你欠錢欠一輩子嗎 怎麼回事 我們跟大家報告 你看前面的溫情鋪陳 小時候爸媽忙 後來阿公照顧他 結果後來大了以後 我就開始出社會 發現阿公老了 阿公老了之後 腰痠背痛怎麼辦 買個按摩椅給他吧 但是按摩椅好貴 我花不起啊 沒關係 你就花唄 對不對 結果就花了 花了以後阿公當然說 你怎麼買東西 花多少錢 他還不敢讓阿公知道 他這個錢是欠錢買來的 後來的話你看接下來 阿公 我不會先手機給你了 結果大家知道嗎 我買新手機載給你 結果阿公呢 阿公變成一張照片了 阿公已經過世了 那這個手機要買紙糊的 就不用在網路上賣 對啊 這個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子 阿公不會用啊 所以賈博士要去教他了 沒有錯 重點就來了 因此他的意思就變成是說 活著的時候 過世了以後 不過其實有人也覺得說 你不要笑人家 我們去那個良品 或者我們去祭祖的時候 還不是有水果 還不是有菜 他也吃不到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阿公已經是一張照片了 他買一個新的手機給他 所以帶出了多可怕的一句話 我希望這個帳單永遠都不要還完 天啊 從這邊來聽 你真的是毛骨悚然 好 那但是呢 他也不是從這邊 一點一點錢來賺 現在的話流行什麼 電動車 對不對 沒想到阿里巴巴 也要進來電動車了 而且他找的是 已經很有這個基礎的 上汽汽車集團 然後呢 車子的prototype 跟其實公司的名稱 商品的名稱 自己汽車都已經出來了 他這一次的話 之前在發表的時候 馬上就兩臺就出來給大家看 一臺SUV 一臺Sedan 就是一臺亥亞 轎車這種型的 那大家都會很好奇 那你的優點在哪裡 優點在於大家仔細聽 電動車續航力 可以到一千公里 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認為 他是在電池上面做裁決 他就會參理補齡 但是重點就在於這樣參系補齡 但是重點是在於你是講的 你真的做得到 而且還說永不自然嗎 所以我們來觀察 看看阿里巴巴 是不是也可以有魔法 變出厲害的電動車來 好 但我們說呢 中國現在要搶電動車市場 那美國拜登這邊也要來搶 而且他說接下來電動車市場 我們一定要超越中國 但重點來了 我們之前都提到 電動車裡面 什麼東西最重要 電池 對 電池最重要 但現在 對 如果你美國的電動車 要超越中國的話 電池是一個關鍵 對不對 對 但是美國能源專家 就說環漏 因為在電池 這個部分 美國可能趕不上中國 那這樣子的話 電動車要怎麼樣超車呢 美國因為趕不上中國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而且他市場也夠大 所以拜登砸大錢 要發展電池 那問題來了 想搶中國市場的 全世界最大的汽車製造國 除了日本以外 那就一定是德國 或許德國還比日本大 所以B&W說什麼 他們要搶中國電動車市場 講多少 搶四分之一 朱老師 沒有錯 現在電動車 絕對是市場的趨勢 而且是現在進行式 來 我們先了解一下 美國想要追中國 這件事情有多難 來 給大家看到 這是到去年最新的統計 告訴你 全世界如果以地區來看 是擁有電動車最多的 去年整個歐洲賣了140萬輛 如果以國家來看的話 光一個中國去年賣了130萬輛 美國還輸 德國 德國還賣了40萬輛 美國去年只賣了32.8萬輛 好 再看到另外一個數字 來 去年全歐洲發65款新車 中國發147款 都來做電動車了 這就是關鍵問題 那美國只有15款 數量 美國除了就特斯拉在做而已 對啊 你比總量你也比不過 因為中國有小鵬 有理想 對嘛 好 所以 還有武林 好 那大家就想說 中國為什麼能夠買這麼多車 因為一樣要買車 當然我們都知道電動車 是市場上都要下去 所以問題是它比較貴 真的 錯過了人家就是敢花 你能說什麼 因為他們有花北借北 對 好 那個花北借北 那個小額貸款 你要買電動車 可能還是有困難 不管怎麼樣 中國整體的負債 真的 中國什麼都要贏人家 連欠錢都要贏人家 來 你看到 剛剛我們看到以信用卡來說 全中國欠7.9兆人民幣了 是美國的1.5倍 你想 中國這麼多人 美國比較貴的人 中國比美國都1.5倍 不誇張 還好啊 你要算人均所得 藏在能力 對啊 中國人均所得 1萬美金不到 人家美國好幾萬美金了 差那麼多 你這個給人家比 那也就算了 你總的來說 再還有一個數字 叫做成長率 來 以過去五年來說 中國的這個信用卡 這個欠錢的成長率 是全世界第一 以過去五年來說 中國的這個成長率高達了二十二趴 二十二趴多 可是你看到 美國人家才成長零點九趴而已 表示人家已經 花錢在節制 我們以前對美國人 印象很開心 現在人家在節制 日本也不過氣 我們不是有句話這麼講嗎 就是我們小時候講 我賣到美國錢 我賣到美國時間 為什麼都講美國 因為那時候我們覺得 美國好像很有錢 花錢大手大腳 所以台灣人還在講什麼 這褲米褲子 不是說這個美國人 是這個人是有錢人 是 可是因為金融海嘯 給他們很大的教訓 所以美國人 真的不贏過那些花錢 可是中國人真的很敢花錢 好 所以我們再回到 電動車的問題 來 我們給大家看到 這表密密麻麻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全世界 我們剛剛看的是國家 我們現在看的是車子的 銷量的排行榜 第一名不用說 當然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系列 好 我們在以前二十名來說 就如理解說的 那真的美國就只有特斯拉 沒有第二家電動車能夠進排行榜 可是相較之下 來 你看喔 但是有點小 我們給大家講一下 你看我們就不要說 那些新創的 光傳統的車廠 你看 雷諾人家有在裡面 現代有在裡面 大眾有在裡面 日產奧迪等等 我們就不要往下面 人家這種傳統大廠 人家也都在做電動車 請問美國的三大車廠 通用福特克雷斯特 請問你有沒有在做電動車 有啦 但是福特有說要做 銷量很少 其實都有了 但是銷量很少 你擠不進去這個全球的排行榜 所以你說你要去跟人家爭 你憑什麼跟人家爭們來 你再看到剛剛潘老師講到 現在中國都在造車來 傳統的這些在做車的這些 尤其未來小鵬 理想這三家 是中國最有名的造電動車 那時候三英占旅部 對 所以說基本上 雖然還占不贏旅部 但是至少不會差太多 那這些我們就不多說了 比較誇張的是 你說阿里巴巴造車有很奇怪嗎 我覺得也還好 我有錢 我砸錢 百度來造車 它跟車有什麼關係 它中國地圖市占率 它是第一名 這個跟導航有很大關係 所以我比較 像Google也要做車一樣 我比較懷疑的是美團 美團 舊團 我舊團買電動車也可以嗎 美團它是做那個像 UberEU外賣的 這個跟人家做什麼電動車 來 還有 老師你不明白 因為他們很多人在路上跑 所以他們所回饋回來的 那個feedback最多 我就知道哪裡有這種 他或許有一天 他做自駕效果是最好的 問題你怎麼做得出來 那還說 股票先上去再說 對 還有恆大 來 我們之前也講過 恆大是欠錢欠了一屁股 所以他知道電動車當下最行 所以恆大也要做電動車 而且他很誇張 他是把他原本是做醫療的 叫恆大健康那間公司 變成做恆大汽車 你覺得有厲害嗎 恆大健康做醫療 對 這家公司 他就這樣子運轉 這家公司就改名 就變成了好 所以剛剛講到重點了 為什麼要去做車 除了是市場夯以外 現實就是股價會上 你看到這幾家重要的股票 雖然最近有跌下來 可是你看到從去年到這邊 這幾坡 這個土有點小 這個漲幅是三到四倍 所以周老師 中國的股價關鍵是電動車 真的是 未來汽車在美國掛牌 最低的時候得到兩塊多 不好意思 他現在已經漲超過二十五倍 甚至三十倍 對 我們剛剛是給大家看 比較短期的 那禮捷碩是比較長的來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都要做電車 最新的華為 那當然華為坐車 大家比較不會去懷疑 因為華為畢竟是科技大城 可是問題就是他動作很快 為什麼 專賣電旗艦電已經出來了 不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說阿里巴巴 或是說美團 說這個恆大都說要坐車 坐了半天到底在哪裡沒看到 可是人家華為專賣電已經出來了 所以這就要告訴你 坐電動車已經變成是中國企業的全民運動了 不過你看 這麼多人要坐電動車 像前陣子不是 每個人都要練芯片嗎 我們叫我們叫晶片 大陸叫芯片 做水塞怎麼會練芯片 買紅酒也會練芯片 然後阿貓阿狗都要去練芯片 那現在中國是不是阿貓阿狗 都來坐電動車 你說好 OK 我們說華為我們理解 小米也OK 阿里巴巴有錢 滴滴打車也要來坐電動車 因為他們也需要 但我覺得比較妙的是 無人機你也來坐電動車 你也跨街跨太遠了吧 瑩瑩 對 現在中國大家都要來坐電動車 可是不是大家都坐得起來 其實中國他們現在電動車 就開始一波倒閉草 有一些比較小家的 像什麼柏駿汽車 拜騰汽車 賽林汽車跟杭州長江汽車 他們就成立了之後 拿了政府的補助 結果現在通通都倒了 而且像這個長江汽車 他還拖欠這個員工的薪資 拖欠了長達十二個月 一整年都沒有發薪水給員工 所以其實在這一波 這個倒閉草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民眾 跟他們員工都是受害的 可是呢 這個倒閉草依然沒有辦法 阻止大家投入這個電動車產業 就像舉行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滴滴出行 他也開始來坐電動車了 而且他們現在的負責人 是由這個滴滴出行的副總裁楊俊 來接手這個他們的電動車的這個事業 而且他除了這個之外 他也要去找過去 曾經在這個未來汽車 擔任副總裁的這些人 他們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現在正在積極的 在電動車市場 處處挖角到這個滴滴出行 那當然大家都說 滴滴出行 你不是就做共享車的嗎 為什麼要來做電動車 可是其實他們在之前 去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共享電動 新能源電動車隊 所以他其實手上的掌握 會有非常大的通路 也算是一種垂直正合 那除了滴滴出行之外 現在小米 小米也要來做電動車 而且居然要由小米的這個負責人 他自己雷軍自己來做 引領這個小米的電動車 可是網友就說 小米來做電動車幹嘛 你連自己手機的那個摺疊式 螢幕都做不好了 你還要來做電動車 沒關係吧 電動車不用摺疊 對 電動車不用摺疊 然後這也有評論說 這個雷軍他過去 其實曾經投資過這個未來汽車 跟小鵬汽車 那為什麼小米自己還要做電動車 有一部分的評論認為說 雷軍他其實只是為了這個小米的股價 就為了股價 剛剛想到這個中國股市的關鍵字 可能就是電動車 所以我來做電動車這件事情 是不是對於我小米的這個股價 是有這個上漲這個空間的 那當然在這個大家都開始投入 做電動車的時候 中國的央視其實非常罕見的 說了一句話 他說了什麼 他說風口上的豬當初飛得有多高 後來摔得就有多彩 他就在暗示說現在大家全部都跑來做電動車 這電動車正行 可是這些科技巨頭 你來做電動車真的會成功嗎 其實他這裡面的這個警告的意味 是非常的濃厚的 可是呢 央視都已經這樣子說了說 這些你這個肺肉多高 雖然就有多慘 可是依然還是沒有辦法阻止 大家想要做電動車這件事情 現在連無人機霸主 現在都要大疆 他都要來做電動車 大家知道中國的大疆 他是全世界民用的這個無人機 無人機 空拍機 視戰率最高 對 視戰率最高 大概有六到七成左右 就是非常的高 他也是全世界最大 這個民用無人機的這個製造商 他現在呢 也要來做電動車 那他找了誰 一起來做電動車 他找了上汽通用武林 一起來做電動車 為什麼 其實大疆他們本來在做這個空拍機 這個無人機的技術裡面 他們的這個雷射技術 他們本來就是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比較這個相對價格沒有這麼高 來讓這個技術來做普及 所以呢其實他們呢 這個電動車的車載部門 其實很久之前就已經成立了 只是現在才找這個武林來做合資而已 他們之前在成立這個車載部門的時候 他們的期望是什麼 他們就是希望以這個便宜實惠的價格 去推廣這個自動駕駛的普及的技術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研發出 依照三種不同的這個駕駛情境 已經有三種不同的駕駛技術 第一個是自動停車 然後後面兩種的駕駛情境 是依照這個中國用戶的這個情境 來設計的 一種是在市區內 時速80公里以內的這個自動駕駛 然後另一種的是在高速公路上 時速130公里的這個快速駕駛 他們現在已經實現了這三種的這個 在市區內時速80 對 他們時速80 他說他是依照這個中國人民的用車習慣 來做這三種情境的這個技術的設計 那當然因為他們主要是做這個自動駕駛技術 那他們還有做軟硬體整合 他一定要有人坐車嘛 那為什麼找武林宏光 因為武林宏光 大家都知道這個武林汽車 他們就是走一個CP值很高 很便宜 汽車界的快時尚 對 國民神地攤神車 所以他對其實跟他們大疆的這種希望可以普及 一個價格實惠的方式提供給人民 提供給民眾 他們的理念其實是互相這個相輔相成的 那我買武林就好了 我幹嘛掛一個大疆的名字 然後還變更貴 可是因為大疆他有他自己的這個 他有他的科技 對 他利用他這個無人機的技術 是可以應用在自動駕駛上面 好 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秦剛 傳出就是新任的駐美大使了 這名字有個鋼字 言詞的確是蠻犀利的 外界說他也蠻戰狼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崛起會紅呢 就是因為習大大很喜歡他 他很多次陪習大大一起出訪 所以獲得信任 至於馬雲走出烏雲出來放風 但是不是被放風呢 至少身形看起來過得是還不錯的 央視剛剛我們看到了 央視已經警告電動車了 飛得有多高摔得有頭痛 那他現在不只批評他們國內的電動車 特斯拉你也跑不掉 沒錯 現在說特斯拉怎麼會出問題呢 上海車展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有女車主 只差沒有站在特斯拉上面 搖旗吶喊了 休息一下 真的是時代變很快 我們以前看財經節目 最常討論的不就是 你賣哪一支手機 它的功能多好 現在不只是財經節目 只要是新聞性的節目 幾乎都會探討到電動車 你知道以前坦道 近十五年來 你趕快所有財經節目 就要討論這支手機 有多好的硬體 多好的軟體 多好的touch panel 然後怎麼做 那我們說來 智慧型手機已經引領風騷十五年了 那電動車呢 它會不會引領風騷五十年 不過電動車龍頭 特斯拉最近問題的確是蠻多的 第一 它的自駕等級 其實只有Level 2 那電池的續航力 與實際操作的時候是有落差的 而且煞車會失靈 這就嚴重了 所以央視也跳出來了 特斯拉要跪了 我們看一下 各別車主選擇比較極端的方式來維權 這當然不可取 但是這是否與涉事企業 對消費者反應的問題 選擇性解決或者久拖不決 有一定關係呢 這一年多來相關產品的安全性 已經不止一次被消費者質疑了 但是涉事企業依然很強硬 他們的底氣是從哪來的呢 中國一直在努力為各國企業 提供國際化市場化的良好人商環境 但前提是企業要落實好自身的 質量安全主體責任 今年二月的時候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我們部門 已經約談了特斯拉公司 要求企業切實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那我們也希望相關的調查 能夠儘快的啟動 讓消費者能夠早一點獲知真相 讓維權有順暢的渠道和真誠的回應 他的表情是很真誠的 但是我覺得特斯拉你吃了啦 曾慧姐你怎麼看 我們說央視這個回應 我真的覺得這個馬斯克 自有他的應付之道 不過我真的覺得這個 剛才我們不是都有提過 那馬雲也想要坐電動車對不對 我說實在的 現在是不是姓馬的 在中國都有問題 馬雲 馬化騰 連馬斯克都要出問題 我真的覺得 馬雲要坐電動車 怎麼做得出來 我們這是搞不太清楚 也許有機會 但是我們很確定一件事情 馬斯克應該會領受到 習大大給馬雲的一堂課 就是怎麼樣去服從 接受這個所謂中國 共產黨的一個教育 我說實在 我真的覺得習大大 今年以來給了很多富豪 頂級的富豪都給他們上課 然後告訴他們說 怎麼樣才能夠做 在中國 致富的首富們 你都要了解 什麼樣的SOP 應該要遵守什麼規矩 現在馬斯克就領教到了 黨的乖寶寶 對 可是我說實在 馬斯克這種 不到五十歲 就成為全球富豪的人 哪裡 哪裡會是你這樣子 我說實在 他如果是這樣 他就不叫馬斯克了 最近馬斯克很有趣 最近 我們不是講說大陸的軍方 還限制他說 你不要開間諜車 在我這邊 有些地方 我要限制你的特斯拉 特斯拉不能開進軍區 因為說你的特斯拉 是間諜車 結果你知道 居然馬斯克自己對號入座 最近被查出一份資料 他在今年一月份左右 他捐款給共和黨 美國的共和黨 你知道他的署名是什麼 什麼 就是美國特勤局的特工 自己對號入座 你看這種火星人來的 超級你的 對 我跟你講 這馬斯克是哪個 哪湖不開 天哪湖 這是人家真的挖出來 我們講說 這個馬斯克你到底 什麼時候才能再去中國 但是真的很有趣 這個人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然後真的很有他的特色 你知道最近他被人家野生拍到哪裡 這個馬斯克 他自己開車 就是開這條Cybertruck 這最新的 連製作Cybertruck的員工 自己都沒有看過整個彎台 完整的車 他開到他們德州奧斯汀的場 非常驚趴 然後被人家野生拍到 然後白想說 他是不是人家司機要載他去 不是 這個馬斯克自己開的 大家都覺得 最近馬斯克很夯 一聲是戲 最近他被一個張姓女子 我姓張 不過我不是來踢館 張姓女子 她直接就在上海 剛剛這個全球焦點 在4月19號上海車展 全世界都在看 他就直接踹到那個 那個上海車展裡面 而且你看他可以覺得 上面寫煞車失靈 我跟你講各位觀眾 我說實在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第一個時間想 這個都是準備好的 我跟你講 雖然我不知道實情是什麼 文不格大膽 你想想看 它上面印的是 底下它印的 煞車失靈 特斯拉的表情 煞車失靈 你看底下是特斯拉的標誌 然後它鬧完了之後 被拖出去對吧 那個外面 它還都有預備 它其實已經去特斯拉 車廠他們都去鬧過 搞到他中國地方的那個副總裁 那個陶 對 都有到現場去跟他 有溝通過 後來發現 對方 中國的特斯拉是這麼講 他覺得它是系統性的 它系統一系列 通通的預備好 哪有人穿邊邊 然後車子 那個所謂 三車失靈的那台電視 那個特斯拉的車子 拉到他的公司那邊 去跟他討價還價 說的是說 他爸爸 這個張姓女子 這個在大陸講 叫高級碰池 高級碰池 對 高級碰池 有可能 所以他這個小姐 他直接 整套系統準備好 為什麼我會覺得 這個是預備好的 除了他的T恤 然後先去跟特斯拉 打過招呼 鬧過了 那被他拒絕 那個特斯拉拒絕 他覺得他是系統能 準備好的東西 所以他就有跟他講說 你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你不符合哥哥 因為他從他的後台 去查他的數據 他說他那時候 查的那個煞車的系統 他其實是 118.5公里 符合 符合那個 他們的煞車系統 他覺得他不是出問題 所以他秀數字給他看 這女生不買單 是說你差點 害我爸爸開這台車 四個人 一家人差點喪命 他跟他追究到底 這事件出現在什麼時候 就在幾天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不是美國的德州 剛發生了 就是特斯拉的車子 用自駕系統去撞了樹 而且身亡 兩個人身亡的事情 你不覺得 這個是等時機 要把事情掀出來 是這個味道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他除了這個部分 最主要是這個看起來 只是單方 一個女生跑到上海車站 全世界本來媒體都會看到 還不夠 他還來到大內宣 你看他那個十九號事件 出來之後 二十號開始了 一系列網路上大聲的評論 而且你知道他的現場 除了這女生在鬧 他不是被人家拖出去嗎 被特斯拉的那些 那個保全人員拖出去的時候 現場已經開始在叫什麼 叫特斯拉滾出中國 特斯拉滾出中國 你不覺得這個味道 就是要為了讓電視台來拍的嗎 是 拍完了之後 果然喔 這個中國叫拖 就他裡面那個拖 第一個Sakura 中國叫拖 已經安排好了 對 可以這麼講 你看網民開始有了這個運送之後 開始了 這官方的媒體 一下子又是央視聯播兩次 然後呢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新華網 也開始官方的媒體開出來 還不只打緊 連最有名的這個 胡錫進 胡錫進 我看全台灣不認識胡錫進的 不多了 連胡錫進都開始發文為批 而且人家在那邊講 甚至就是跟他扣了一個帽子 你這個傲慢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中國 這些民眾的維權 尤其是又是女生 你把他拖出去嘛 覺得他是這個 電大欺客 我跟你講 他已經幫你界定了 特斯拉在中國 你扮演的角色 以及你這一次處理的事件 你到底是有多大的偽 多傲慢 我覺得這個部分 會引起整個全中國 對於特斯拉的名分 我覺得這是足以可以達到這個程度 果然 特斯拉不是剛開始還滿高傲的 真的是跟他講說 這個系統性的問題 你自己本身 到底是不是準備好了 我們不曉得 所以當時是 沒有要拒絕任何的理賠 也不願意打算跟那個女生多理會 後來事件鬧大了 樹大招風 你看到後來 連官方的媒體 通通都出來警告你了 你就知道 大家有沒有發現 去那個馬雲去年的那個 麻蟻金服的事件 你還記得他的邏輯嗎 剛開始的時候馬雲講了一些 不得體的話 接下來 就開始你敢嘲笑中國的那個 金融沒有系統 接下來 是不是官 他那個事情露出之後 官媒包括新華社 包括什麼 連番一頭拉股出來 就是教訓這個首富 你不要以為你是首富 你就了不起 現在也同樣用同樣的規格 馬斯克你不要以為 你是全球首富 在我中國 你就必須要用中國的方式 來治理你自己的公司 可是他們現在罵 馬斯克的特斯拉是 作弊的車廠 對 你知道很多人就想說 官媒你這個一頭拉股 這個全波通通發動 又把這個國內的這個 那個情緒弄得這樣子 網民每個人挑逗非常亢奮 你是所謂何來 除了服從習大大的 這個想法之外 很多人想說 是不是因為他自己 內部的電動車廠 也想要逃一口飯吃 你知道目前為止 特斯拉 佔了這個全中國最大的 電動車的市場 這塊代表非常大 未來2025年 預估中國是全世界 最大的電動車廠 所以剛剛有講了 什麼房地產的 也要來做這個電動車 什麼做那個電商的 通通都出來要做電動車 你就會知道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原來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大家很多人 可能要了解 再去中國大陸做事 做工作 或者是開場 要有一個邏輯 當時馬斯克 還是頭一次 可以自己獨資 進到中國 而且這個股權各方面 都是他們敲鑼打鼓 迎進來 而且給他最好的規格 幾年之後 車子出來了 你居然在這邊 不給我降價 還給我這個 不給我那個技術 不願意移轉給我們 你還給我降價 殺騙了我全中國的電動車廠 所以很多人懷疑 是不是政府打算 他們的政府 打算好好教訓 特斯拉給拜登看 但同時呢 要幹嘛 就是讓他們 有一頭拉骨的理想汽車 未來 未來 未來的華為 出一口氣 搞不好 他們電動車商也要吃飽飽 所以這是很多 去中國投資的很多的創業家 他們的政府 打算好好教訓特斯拉給拜登看 但同時呢 要幹嘛 就是讓他們 有一頭拉骨的理想汽車 未來 未來 未來的華為 出一口氣 搞不好 他們電動車商也要吃飽飽 所以這是很多 去中國投資的很多的創業家 一定要想清楚 想明白的事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這是當年Nokia最出名的名言 但是隨著科技的方式發展 Nokia也被掃進了歷史的灰燼 當然我們知道他有在做 但是你很多年輕的小朋友 已經不知道有Nokia這個品牌 那當然我們說這個智慧型手機 改變了這個世界 什麼意思 當智慧型手機開始普及之後 你突然發現很多東西 以前你生活當中的東西 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如果你不是很計較 其實你不用買相機了 因為手機可以拍照 所以我們小時候有一個印象 叫做Konica 不好意思 Konica在你的生活當中 在你的生命當中 已經消失了 那如果你不是很計較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買報紙 因為手機可以看新聞 如果你不是很計較的話 你不用買電動玩具 為什麼 因為手機可以打手遊 可以打電玩 如果你不是很計較的話 甚至你不用買電視 手機可以看電視 你說我就喜歡看42吋的 56吋的 那你就這樣子看嘛 所以我們當手機取代了很多傳統產業之後 那電動車是不是也會取代很多傳統的車廠 歐洲說2035要完全禁絕了所謂的燃油車 而手機已經領先這個 已經領導這個世界十五年 那未來的電動車會領先這個世界五十年嗎 我們拭目以待 好手機還可以幹嘛呢 還可以讓大家股票下單啦 但是在進出買的時候跟賣的時候 大家先停一秒 停看聽 先想清楚啊 會不會直直落呢 好 這個台股呢 已經連續兩天跌破五日線了 很多人想說明天 只聽過Blue Monday 沒有聽過Blue Friday吧 希望明天一早開盤 大家是開開心心的 很開心的上班 台股呢 金金掌沒有關係 但不要直接跌喔 藍尖新聞 我們明天見